不许动 交出力量 否则 我杀了他 要杀要挂 随你变 不过 这房子可是够豪华的 这做工 这设计 简直就是鬼斧神工了 那些小说 天天写什么 管王爷回现代 我看他不如改木匠回去 拐个好看的木匠回去 下辈子 我一定要投台在有钱的人家 到时候 借天天生色泉满 花天酒地 所有各种小鲜肉 这得值多少钱 我随便抱两口回去 到拍卖行业交价 怎么也得能卖个 几千万吧 到时候 二环内的房子随我选 最好能囤他个吉他 做包租婆 听听听 先找床 这事要紧 老天爷 老天爷 你终于开眼了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床吗 爸爸妈妈 我终于能回去了 我想死你们了 好 放心 四个黑男 你沉默了我这么长时间 这个东西就算你对我的补偿 从此咱们两个一笔勾销 不过春月这种事 为什么会找到我呢 我也没什么特殊的本事 难道我只是做了一场梦 梦醒了就没了 其实吧 我就是一个凡夫俗子 爱钱 爱男子 跟别人也没什么不同 不管了 先试试再说 一 二 三 不对呀 我怎么还在这儿 难道时间太短了 再试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怎么样 本王的床睡着还舒服吗 王爷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是本王的卧室 本王不该回来吗 我遇见重要的事 忘了告诉你了 我从小就有夜游症 经常会走错房间 夜游症 雪月 离本王的卧室这么远 你却偏偏游进了 本王的卧室 那个 这你这房间里啊 有一股特殊的清香 我闻着这个味儿 自己就走进来了 本王有没有说过 不该去的地方 绝对不要去 没有说过 那王爷会不会修了我 不会 谢王爷开礼 不过 如果你自行了断的话 本王可以考虑 留你一句全身 别啊 我这样是死在您房间里 那岂不是脏了您的屋子 那就自吻吧 自吻得有刀啊 您这又没有刀 刀是没有的 本王的身后就有一把剑 你顺手就拿了 怎么 用本王帮你吗 不用了 我允许 而且我今儿太小了 我根本就拿不起来 那就喝药吧 本王的正前方有一个柜子 里面有一个红色小瓶 装的是风喉伞 它不会有任何的疼痛 很快就过去了 三种选择 你选哪一种 我能不能哪一种都不选 你说呢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要弄死我 怪就怪你嫁错了人 现在又走错了门 我可是曲上书的女儿 我死了 你也不好交代 八王府遭人夜袭 王妃为保护本王安全 遇害少王 这个说法你还满意 王爷 这样不好吧 你没得选 我知道 我不应该死闯您的房间 可我发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保证 以后不会再犯了 你就放过我这回吧 好不好 你不该懂把我的东西 您说这个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一时没了心窍 我现在就给您放回去 这下可以回去了吧 站住 你知道本王说的不是这个 不要再隐形了 你这个混蛋死变态 我就不明白了 我不就是在你床上 躺了一会儿吗 你至于要这样赶尽杀绝的吗 你要是觉得脏 我给你洗衣床单 再撒瓶香水 去去味不就行了 难道我这条命 比不上这张床珍贵吗 你只是躺了本王的床 对呀 配搭点的事 除了床 你还动了本王的东西 什么东西 柜子后面的暗阁 被人动过 什么狗片暗阁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在哪儿呢 尝尝 低伤 还不快现身 对 不许动 敢敢全是霸王妃 交出地令 否则 我杀了她 要杀要逛 随你便 她对本王 没什么用 雨昂 请人把八王妃送回去 来人 在 把王妃送回去 是 皇爷 女人的比气 难不成是霸王妃吗 霸王府的女人 都逃不了甘心 接下来有好戏课 接下来有好戏课